日本两大国今年为了刺激景气 他们相继采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因此也有外界主张 台湾应该仿效来实施QE政策 不过央行发出的报告却指出 台湾和日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为了刺激日本经济 日本首相提出安倍经济学的三件计划 包括货币宽松政策 扩大财政支出 以及经济结构改革策略 现在有市场主张 台湾应该仿效日本采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来摆脱经济成长低迷 我们出口占我们国内生产毛的比重来讲 上都维持蛮稳健的这种水准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台湾应该不至于 说要采这么样激烈的政策 现在日本已经是一个经常这样次次的国家 台湾还是经常这样的英语 所以我想是比较没有必要再去采行 像日本这样的一个更大量化QE版的 这个宽松货币政策 包括金融元序院院长 郑正茂 中金院长吴忠书都表态不赞同 日本QE在台实施 央行更大动作发出三四页报告书 强调台湾和日本情况不同 同时更指出台湾早在全球金融海啸期间 最近采行台版量化宽松政策 这上去年底举行的央行礼监续会决议 连续第十季维持重贴线率在1.875%不变 强调货币政策还是适度宽松 现在美国在这个QE在慢慢在减码率在上升 我想这个对台币升值压力应该是会比较减轻一点点 所以我想这个对出口厂商来讲应该会好一点 就目前看来央行所谓台版QE就是维持利率水准在低档不动 再透过适度干预贬值方式来提振出口和景气 但如果其他国家越玩越大 央行的台版QE是不是也要跟着修正加量 才有办法维持一定要效